现场民众开心的跟Gulas一起喊口号 展现跨族群的团结支持 来自全台各地的客家联盟成员 来到花莲一同表示支持Gulas的决心 理事长蒋洁安也送上客家联盟专属的外套力挺Gulas 他也提到过去在桃园市政府担任客家事务局的期间 曾经与Gulas共事 因此也了解他的能力以及资力 绝对能够为花莲规划更好的未来 就是命运好像都把我们绑在一起 其实我们的历程不管是新闻媒体人 后来桃园市政府的同事Gulas 是挑战的方法也很严重 所以就有一个固承 而是到我们的历程 周围长好朋友 我们可以跟Vulas 可以跟Vulas共用党和用心 召赏过来好 好 这一团 除了在现场用客语发表证件之外 Gulas也提出相关客家族群政策 并且强调具体落实花莲多元族群文化共存 是必要的方向之一 我是原住民的县长 可是我是一个会讲客语的原住民的县长 在花莲的多族群 那如果我们选出一个尊重多元族群的县长 对于各族群的文化语言发展 绝对有象征性的意义 而且要相信我是身体力行 一定会落实 而寻求连任的花莲县长徐正卫 日前也请来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站台演说 现场齐聚大批支持群众展现高人气 选战披静 花莲县长的女力之争也逐渐升温 双方也积极把握最后的时间 寻求不同族群的选票支持 与这新闻杂料 Biz花莲市采访报道